欢迎收看台湾新闻世界报道 我是王李仲燕 新闻开始 头条焦点带来关注的是 俄罗斯前约乌克兰 遭到全球民主阵营的围剿 如今俄罗斯找来13个国际间的好伙伴 举行4年一度的联合军演 包括了中国、白俄罗斯、叙利亚 跟印度等都派兵参加 目的是要向西方展示 俄罗斯并没有遭受到孤立 在乌俄跟台海情势升高之际 中国跟俄罗斯联手 被认为是建制美国 而同时美国跟南韩 也在南北韩的边界附近 举行年度军演 各国军队一字排开 由俄罗斯主导的东方2022军演 一号登场为期七天 中国、蒙古国、白俄、叙利亚 跟印度等13个亲俄国家一同参加 地点选在远东地区 以及俄罗斯克海跟日本海 引发日方不满 尽管美国不断拉拢印度加入印太架构 围堵中俄 但印度仍派出75人参加军演 这项军演每四年举办一次 今年由于乌俄战争规模缩小 但专家认为俄国想借此向西方展示 自己没有遭到孤立 尤其在这个敏感时机 中俄手拉手绣肌肉 俄国学者认为目的是把矛头指向美国 中国及俄国空军自从2019年 就攜手协防日本海 两国海军更在去年展开合作 如今中国高调参加军演 是向莫斯科展示 中方依旧是个可靠伙伴 但专家认为两国不至于结盟 与此同时美国南韩也正在举行年度联合军演 并在南北韩交界附近展开实弹射击 规模是近年来最大 主要建制平壤当局 西太平洋俨然成了军事强权的主战场 雷人好币 雷人好币